今天PS5又更新了系统固件 我的国行PS5已经升级 各位可以放心生 这次固件更新应该和PS5新版Slim在国外商市有关 国外有很多新PS5的开箱拆解对比视频 我整理了10点给各位参考 首先是重量 老版的1200型 7.7斤 新版2000型是6.3斤 新版轻了1斤多 第二 新款老款的性能是一样的 因为他们用的都是6纳米的芯片 第三 玩游戏的温度风扇的噪音区别不大 新版是62到64度 噪音43dB 老款温度是60到63度 噪音44dB 第四 主机功耗也是一样的 待机3瓦 主屏幕53瓦 游戏中是225瓦 如果不关游戏回到主屏幕是159瓦 所以建议大家如果想长时间在主屏幕待着 最好是关闭游戏 这样可以省点电解 第五 电源和老款是一样的 都是12伏31安 372瓦 第六 新版的PS5光驱是模组的 可以很方便拆解 只有一个接口 比安装SSD还简单 我们可以大胆的设想一下 光驱版用户是不是可以出掉光驱 挥点血呀 第七条 新版SSD固态硬盘是1TB的容量 比老款多了点存储空间 但是看主板貌似精简的一些东西 但是读盘时间又没有什么变化 所以这个以后再考证 第八条 新版精简的底座 默认只能让PS5趴着 如果想让PS5站着 需要单独购买200多块钱的那个支架 老版PS5自带的那个支架是两用的 站着趴着都很自由 第九 新版PS5的主板更小 集成度更高 它的机器内部设计构造更加简化 第十 新版的外观尺寸 貌似比老版要小点 但实际上没小多少 因为那个老款的两个立领 占了很多空间 如果给老款换上一套圆领盖板 体积也会小不少 那下面总结一下 这次PS5 Slim保版 我感觉改的不算彻底 只是在老款的基础上 做了一些优化 降低成本 提高产量的优化 相比之前的PS Slim差远了 比如PS2的保版 它的芯片从之前的200纳米 变成了90纳米 PS3的保版 芯片从90纳米变成45纳米 PS4的保版 芯片从28纳米变成16纳米 但是PS5的保版 芯片从6纳米变成了还是6纳米 PS2、PS3和PS4 他们的Slim芯片工艺制程 相对老版都缩小了将近50% 所以PS5保版这次的锅 还得AMD来背